孟瑶鸡出炉 热腾腾香喷喷 新北旅行团39人来吃午餐 却惊爆疑似食物中毒 炸的没有炸熟 它炸什么东西 好像类似春节那样 我是觉得油饭啦 它有的是觉得说是那个什么炸物 吃完还打包这一袋鸡肉 还有油炸海鲜饼 8号中午39人吃完午餐 接着行程走到嘉义 下午开始陆续有人 上吐下泻 疑似25人食物中毒 通通冲到医院挂急诊 其中一名阿伯半夜上吐下泻 却在厕所滑倒跌到骨折 有人怀疑是油炸物没熟 也有人怀疑是油饭出问题 卫生局到餐厅机查 当天有来订餐的团体团客 总共有两团 当了电话查询之后 都没有这些状况 抽验食品的一个简体 环境简体跟人员手部的一个简体 食物中毒风波 北部持续烧 网品集团的初瓦和小辣 到8号为止 累计82人身体不适 人数持续增加 而目前简体验出感染 怒罗病毒 欢迎是水污染酿货 就怕事件扩大 目前北市连衣 仁爱和中兴两大院区 增设特别专整 怒罗病毒威力和感染性 都很强大 究竟来源为何 所有消费者都很关心 记者继续报道